大家好,我是小白 那么今天来介绍一下新卡佩娜的普通牌 今天我们从白色开始来讲 为什么要来讲一下呢 主要是因为高级的牌 我还没有凑到很多 那么靠开卡包 这个普通牌基本上凑的会比较全一点 然后那些高级牌基本上就会凑的比较慢 但是普通牌咱们也不要不拿豆包当干粮 对吧 那个普通牌里面其实也有一些还不错的牌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好,那么我们从伊费开始来看 伊费的第一章就是这个叫安有恩泽 那么他作为一个瞬间 作为伊费 然后他是在目标生物上放置一个后盾指示物 那么后盾指示物因为是比较新的一个 怎么说啊 机制吧 所以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可比性 那么相对来说 因为他是瞬间 那么他和他有比较怎么说 相同的参考价值的呢 比如说像这张啊 也是伊费的 然后呢 他是可以有相应的异能啊 你可以选择辟邪 严实和践踏 那么这里主要是讲他的一个辟邪啊 因为他如果作为一个瞬间 然后是放一个后盾指示物的话呢 在有一些时候啊 主要就是用来比方说别人对你的某个生物对吧 用法术 比如说什么火球啊 或者是什么destroy啊之类的 那么你在这个生物上面放一个后盾指示物 那么这个呢就类似于辟邪了嘛 对吧 反正他也是到回合结束 只不过就是这个后盾指示物是可以一直都存在的嘛 只不过你如果是瞬间上去放 那么顶下别人一次这种攻击的话呢 基本上也就和这个到回合结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啊 当然了 他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指示物的一些作用来用嘛 那么这个就是说 只能说是差不多有参考吧 但是别人是银色的啊 别人是更高级一点的啊 稀有度更高啊 那么白色的里面呢 有一个这个就什么啊 你也是辟邪嘛 到回合结束 那么这个额外还加一加一啊 那么相对来说 感觉上好像比他要稍微好一点 那么他这里呢有一个占卜 所以说也算是怎么说啊 平叉叉吧 差不多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是作为一个 怎么说啊 防御的一个生物吧 虽然说他并没有防御啊 也就守军啊 那么刚上场就是零和四嘛 那么一开始也就是只能作为防御了嘛 然后呢他到这个叫什么 至少也是你得有五费嘛 对吧 五费的话呢 他就可以变成五五 就是你花五费 他变成五 然后打一回 然后结束这个样子 那么他留在场上面呢 呃做防御也还是不错的 那么虽然说是零四 但是如果你有五费以上还留着那些费的话 那么别人也是不敢随便来攻击的啊 而且啊 而且作为一费啊 作为一费有四攻啊 有四防的实际上并不多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作为标准赛制里面啊 一费的有四防的啊 也就这三张了啊 当然了 这三张里面这张是金色的 因为他功能性比较强嘛 用过的人都知道啊 呃 那么剩下两个呢 就 哎 这张你看他也是五费 这边也是五费啊 那么这两个实际上差不多啊 那么这张呢 是他是守军啊 其他的很奇怪啊 这边都是守军 他不是守军啊 这一点是实际上作为零 怎么说啊 零攻的话啊 是不是守军问题也不是很大吗 只不过就是说 他到后面是可以做攻击的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牌 哎 那么这一张牌就比较神奇了 虽然说他是一张普通的牌 但是呢 他是一个结界啊 呃功能虽然说不是很强 哎 所结伏的生物 这个叫什么 获得一公一房嘛 但是啊 但是下面这个就比较厉害了 你可以从你的坟墓中释放 呃 但必须支付三费 对吧 那么这个和什么来搭配会比较好用呢 自然就是和这个叫什么啊 结界流的两个生物搭配啊 因为为什么 他说每当你释放 结界咒语时 哎 然后这边呢 虽然说是从坟墓中释放 但是也是释放啊 那么我们之前关于那个什么释放不释放的也讲过了嘛 对吧 那么这边是搭得上的啊 也就是说只要不把它放逐掉啊 只是贴在什么生物上面 然后死了回到坟地里面 然后你再把它挖出来 可以来回用的啊 那么也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一张结界 当然是作为和这个结界流搭配来说啊 如果是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结界 你在别的牌组里面去用的话呢 可能功能性削微的对吧 差那么点意思啊 那么他的这个功能和这个指示物还是有差别的 大家要注意啊 因为他这边所结幅的生物得加一加一啊 但是后面是没有指示物的啊 也就是说虽然加工加房了 但是并没有获得一个指示物 也就是说你和指示物相关的一些这种牌来做配合的话呢 就会稍微差点意思了啊 对吧 人家加一加一是有指示物的这么一个字样在的 所以说这点是要大家注意的一个地方 那么实际上和这个作为一费嘛 作为一费 然后加一加一实际上是属于比较多的一种牌 当然人家都是瞬间嘛 它是作为一个结界 但是功能上的差不多啊 嗯还有一些是加二加一的 比较起来呢就把这个加一加一就稍微刺了那么一点点 那么这张牌主要的一个有特点的地方 就是说它可以从坟地里面来释放它啊 那么这点呢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的啊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两费啊 两费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这个后缘密探 那么它进场的时候呢是在目标生物上放置一个加一加一 加一指示物啊 那么作为一个两费的这个叫什么啊 生物啊 一进场就给别的生物上面放置一个加一加一指示物来说 这个是比较少的啊 那么像其他的这种给别的生物加的 实际上它是给某一个类型啊 给某一个类型的生物来加 而且人家也都是稀有度要不是普通嘛 对吧 更高级银的金的对吧 所以说作为就是进场给别人加一个指示物的啊 这个呢还是属于比较稀少的啊 好那么第二个第二个的话呢是一个结界啊 结界的话它是结负于生物 然后不能攻击不能阻挡 且具有七个肺 干嘛呢 这张牌的操控者将它牺牲并抓一张牌 只能与法术时机启动 好看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理解的 但是看到这张牌让我想到的是一张这个牌 就是当然人家是结负于这个非地永久物嘛 但是它下面是有这个的 三消灭这张这张这张牌 只有对手可以启动此易能 仅限法术时机 实际上啊 这两个功能是一样的 但是看上去是不一样的 对吧 因为它这边说是这个叫什么 呃 这个这张牌的操控者将其牺牲并抓一张牌 那么就搞不清楚到底这个操控者是谁了啊 呃 那么我觉得这里的话呢 这个这张牌的在游戏里面的显示啊 是有bug的啊 为什么这么说啊 那么在游戏里面大家看到啊 这张牌如果贴在自己的生物的上面呢 到时候是会亮起来的 当然这两个有一个区别是什么 有一个区别是 所劫伏的生物具有这个这个功能啊 也就是说就是不管是谁 它牺牲掉的是这张牌啊 因为这张它消灭的是这张这个叫什么 结界啊 而这张呢是直接是牺牲掉了所结伏的这个生物啊 那么也就是说呃 就是我在贴到我自己的生物的上面的时候呢 我有足够的这个地牌的时候啊 这张牌亮起来的时候是这张生物亮起来的啊 生物亮起来以后 我选择把它给牺牲掉 然后我抓一张牌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到了7 然后牺牲掉这张牌 然后生物继续可以用啊 而是说直接把这张生物就牺牲掉了啊 所以说这一点上面是要这个大家注意的 直播就是这里内容上面好像多多少少有点问题啊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bug 好那么我们来看下一张 下一张的话是就是进场筹谋啊 作为一个法师 那么这个筹谋呢也是一个就是最新的一个机制嘛 所以说相对来说可比性也并不是很强啊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张牌 下面一张牌 它说目标生物获得加2加2直到回合结束 如果旗上有指示物则它获得飞行与细命异能 直到回合结束 那么这个的话呢 哎你看这张牌啊 它手里拿的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啊 对吧 鲜光剑 很有可能拿的就是鲜光剑啊 因为毕竟它上面说如果有指示物 那么它获得飞行和细命异能 那么和鲜光剑配合可能有一点的效果吧 那么毕竟它是作为一张两费的瞬间嘛 呃 加2加2来说也是不错的啊 那么你看比这种啊 瞬间它是加2加7 但是呢 人家的这个叫什么啊 稀有度就比你这张要高了嘛 对吧 毕竟是加7嘛 而且人家是可以将它重置啊 然后和它差不多的呢 是比如说像这一张啊 嗯 它是呃 加2加2 但是呢 人家还获得不灭 当然这边是飞行和细命嘛 所以说嗯 差不多吧 那么然后还有这张啊 这张也是获得加2加2 然后获得岩氏 总之就是加2加2 然后获得一个异能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第三张啊 第三张是什么 报信爱文啊 它的最主要的一个看点呢 就是它的飞行和细命啊 那么作为两费 呃 然后作为细命的 其实也不多啊 但是也不能说没有 呃 比如说在像这两张都是两费 然后有细命的 但是啊 但是啊 作为飞行和细命 而且是两费的话 那就只有这张了啊 就是标准赛制里面就搜不到了 哎 没有了哎 能飞的 然后又有细命的 就这两张了 然后呢 它下面还有一个功能 它下面这个功能呢 就是这个普通牌 差不多才有的这种功能 你看 首先四费 然后摸一张牌 但是呢 是你和目标对手 各摸一张牌 哎 这个就有点尴尬了嘛 对吧 大家都不希望对手摸牌嘛 所以说 呃 也就是 实在不行的情况下 哎 你拿它出来摸一张牌 然后对方也摸一张牌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应该不太会有人用这个技能吧 或者是说这个技能可以和一些什么其他的技能做配合啊 哎 总而言之 哎 它是飞行细命 这个是一个比较稀有的这么一个组合吧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三费啊 三费里面的话呢 这张牌是比较神奇的一张牌 他说当这个集群民众进入 进入战场时 你可以从牌底库中搜寻任意数量名称为集群民众的牌啊 展示这些牌将他们置于手上 然后洗牌 那么它的功能呢 实际上也就是把同样名字的牌拿到手里 然后洗牌 那么这张牌让我想起了什么 让我想起了这张啊 这张虽然说是一个金色的牌 但是呢 它和它的这个功能上差不多 只不过就是这张牌呢 它的这个其他的牌是不需要戴在手上的 你只要有 哎 它进场的时候就可以 因为是可以从游戏外嘛 展示一张游 你又用潜民称为这个什么 军团天使嘛 对吧 所以说人家是金色嘛 因为你不用带那么 你只要带一张 但是你带一张的话呢 就有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就是摸到这张牌的概率就降低了 比如说你带了 比如说这张牌 我带了四张 对吧 然后我摸到一张的概率就很高 然后我再从这个牌库里面 把剩下的几张 一张一张拿出来 这样也是不错的 但是这张从游戏外嘛 游戏外的话呢 就有点 嗯 怎么说呢 摸到了就摸到了啊 反正摸不到也就摸不到了 总而言之 就是这两个功能上 是相对来说 比较类似的一个功能啊 那么 其他的类似这种 的 好像并不是很多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 第二张的话呢 是这个叫什么 天使 它是飞行 然后呢 进场的时候 你获得一点生命 且抓一张牌 那么抓一张牌 实际上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 因为白色的话 实际上 抓牌的牌并不是很多啊 那么 最近 就是前一个系列 神河系列 那么有一张 旺财 对吧 它是进场的时候 可以抓一张牌 然后 再往前呢 有一张这个 是进入战场的时候 获得一点生命 且抓一张牌 也是三费 旺财呢 是两费 那么基本上 白色里面能抓牌的牌 确实也就 这么多了 也不是很多 所以说 它既是天使 对吧 它可以 组在那个叫什么 天使流里面 然后它进场又可以 加一点血 又可以来做这个 摸一张牌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张牌啊 实际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下一个叫 致命见尸 致命见尸 内容很简单 消灭目标 进行攻击的生物 大家看到这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 另外一张牌 也就是这张牌啊 这张牌实际上也是啊 它消灭目标 进行攻击的生物啊 但是 单单从这个来看 人家这边就是两费啊 它这边是三费啊 所以说 同样都是普通牌 为什么人家就比 比你要少一点呢 但是毕竟 白色里面 这个消灭 目标生物的这种 法术 这种瞬间 不多嘛 对吧 所以说 那多一张也是一张吧 毕竟这张 再好用 你也只能带四张嘛 而且 怎么说啊 你两费嘛 那么如果说 你把这张带上 然后你再带 一大堆别的 什么两费的牌 很有可能会影响 你摸牌的这个 怎么说 顺序啊 那么你在考虑到 要均衡你的 这个牌组的 不同费数的数量的时候 那么有可能你 三费 这么考虑一下 也是不错的 加在里面 尤其是你在两费的牌 已经比较多的情况下 那么你带三费的牌 那么你这个摸到手的 这个顺序 相对来说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好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四费啊 那么四费第一个呢 是一个生物啊 震装驱顿手 一看名字就知道 肯定是有后盾的 那么他这边呢 是震装驱顿手 进入战场时 上面有一个后盾指示物 然后下面是 只要在你的回合中 震装驱顿手 便得加二加零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 在你的回合 你让他攻击 或者不攻击吧 对吧 那么他就是四二 但是呢 如果是对手 对手的这个回合呢 他就是二二 也就是这么一个功能吧 那么像这种功能呢 实际上 有这样的功能的牌 不是太多 但是也不是没有啊 实际上也就这么点了 也就是说 在你的回合中 这张牌是多两格房的 这个呢 就有点奇怪了 对吧 当然人家是两费嘛 那么在你的回合中 他加两格房 可能 怎么说啊 可以去攻击 然后让别人两攻的 那么这种 两房的生物来防御 对吧 总而言之就是 如果说在你的回合中 因为毕竟在你的回合中 他主要是做攻击的作用嘛 那么 加两攻 感觉上更合理一点 当然了 他的废数也相对来说 比较高一点 那么像其他呢 也就是说 在你的回合中 转化为四二 也是实际上是作为攻击来用的 那么像这个呢 就是在你的回合中 他是有先攻一能的 也就是说 他虽然说是一一 虽然说是死处 但是呢 谁防他 都是会被他先干掉的 因为他是死处嘛 先攻的话 就是先判定他的伤害嘛 他的伤害一旦成立死处 就直接把对面的给over掉了嘛 对吧 那么像这个呢 就是细命 在你的回合中才有细命 也就是说 你只能用他来攻击的时候 他才有细命 你拿他来防御的时候呢 他是没有细命的 那么就是 这种 这个叫什么 只要是在你的回合中 这么一个功能 实际上并不是很多啊 也是一个属于比较稀少的一个种类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张 下一张的话呢 就是基建明灵 基建明灵的话呢 就是联手 然后是在每当 另一个生物在你的操控下 进入战场时 在这个人身上 放置一个加一加一的指示物啊 那么 乍一看啊 好像觉得是 这个功能的排应该不少啊 就是在别的生物进场以后 在自己的身上 加一加一 然后去搜了一下 发觉好像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啊 你看这个就是 每当另一个零涌啊 也就是僵尸嘛 有特定的种类 才可以在自己身上加一加一 对吧 然后像这个 是什么 叫另一个 或者数个神器啊 然后在自己的身上加一加一 这些都是有限定的啊 这个就是生物限定 那么相对来说 要更加宽泛一些啊 然后呢 像这张就是 要天使进场 然后呢 加一加一 所以说 从 这个 它的功能上来看 实际上 这张牌 还是属于一个 不错的一个 这个叫什么 功能啊 因为你看 它和 别的相比来说 它的这个 条件更加宽泛一点 只不过就是 人家都是 一费 两费啊 它是四费啊 相对来说 费数是比较高 所以说 可能就是因为费数比较高 所以说 它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牌啊 如果它是作为一个 比如说 两费的牌的话 可能就是银色了啊 或者是金色啊 都有可能的嘛 对吧 和它这个功能 要做一个区分的 实际上是一张 这个牌 大家要注意啊 就是说 它这边是什么 每当另一个生物 在你的操控下 进入战场时啊 然后呢 像这张牌 它是说 每当你释放神器 咒语时 放置一个 加一加一指数 对吧 那么乍一看 差不多 但是实际上是有差别的 也就是说 那么这张牌啊 我假设这个场上 已经有两张这个牌了啊 然后呢 我在这张牌上面 贴一个结界 是每一回合 可以复制一张 这个牌出现的 然后呢 它每一回合 就复制出来一张 复制出来一张 复制出来一张 然而啊 然而 场面上复制再多的牌 对它来说 也是没有什么任何的作用的 因为它是说 每当你释放神器咒语 也就是说必须是从你手上出去的才行啊 呃 场上面直接复制出来的是没有用的 然而这张呃 场上面不管你是呃 某一些比如说结界啊 或者是一些什么这种复制的这种东西吧 然后你把场上的一个生物呃 多出来了 来多出来 比如说像衍生物这种东西嘛 对吧 那么它都是被算为是另一个生物进入战场的啊 所以说这点是这两个的一个区别 那么就像之前说的结界流也是一样的啊 也是释放结界咒语时啊 它和这个神器流里面的这张牌是一样的 和这个世界上是有差别的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啊 好 那么就到了五费啊 五费的第一张牌呢 是叫付钱赌嘴 哎 那么它的功能呢 是放逐目标非地永久物 其操控者派出一个珍宝衍生物啊 那么这张牌实际上还是属于不错的 虽然说它是五费啊 但是作为白色的牌里面能够放逐目标非地永久物的牌 实际上是不多的啊 那么让我想到的实际上有点像这张牌 那么还有一张就是那张把非地永久物变成一个珍宝衍生物的这么一张牌啊 就差不多功能 但是呢 这张牌和另外那张牌呢 都不算是放逐啊 因为这张牌实际上是属于放逐 所以说它的功能更加牛逼一点啊 那么比如说像这张啊 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经常把别人给吸走 吸走呢 但是实际上还是在场上的 别人如果有这种什么法术 可以把这个神器或者这个结界打掉的话 那么那张所吸掉的牌还是会回到战场上面去的啊 那么作为白色里面啊 比较少有的放逐的牌 那么这张牌实际上还是属于比较不错的啊 虽然说它的废数比较高啊 那么白色里面还有一张放逐就是这张牌啊 当然除了这张以外 这个单单的放逐牌还是有的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只不过就是实在是不是很多啊 而且其他的那些放逐也都是有条件的 这张是没有条件的 放逐目标非地永久啊 这个非地永久物就很牛逼了 不管是生物对吧 结界神器对吧 包括这个叫什么 彭洛克也都是可以放逐的 所以说这张牌还是属于比较好用的 当然仅限于是在白色里 那么实际上黑色里面的话呢 它放逐的牌也就是三费和四费里面啊 但是也是针对于生物啊 并不是非地永久物啊 所以说针对非地永久物的放逐 还是不错挺好用的啊 那么这张呢就属于地图泡了啊 这个就两说 但是它这张也是放逐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下一张 下一张牌是一张内容上面 可能会有误解的一张牌啊 那么首先它是九宝 那么飞行 那么当九宝进入战场时 你每操控一个其他生物 便获得一点生命 这个解释 乍一听 好像很牛逼 但是呢 当然了 这个功能不管怎么解释 都是挺牛逼的一个功能 但是呢容易产生误会 为什么说产生误会啊 就是说乍一看 你每操控一个其他生物便获得一点生命 那么我理解的是什么呢 我理解的就是我比如说场上面有十个生物 然后这张牌进场 然后呢 我就获得十次一点生命 对吧 从这个字面上面来看 当然了 如果你和我是同一个想法的话呢 那就只能说 你想太多了 它作为一个普通牌 是达不到这种功能的 它呢 是应该这么说 当它进入战场时 便获得生命 其数值等同于你操控的生物的数量 这么一说就理解了 也就是说 它进场的时候给你加血 只是加一回 不是加X回 当然了 能如果说你有五六七八个生物 然后它进场能够加五六七八点血 其实也是一件很牛逼的事情 只不过就是说 它并不是加五六七八回 一格血 对吧 那么对于那些 就是每当你加血 然后有一些特效的这么一些牌来说 它只是提供了一次加血的这个机会 而不是有很多次 那么其他的呢 它里面就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 好 那么关于这个新卡佩娜白色的普通牌 那么就讲到这里 就到无非为止 没有了 其他的没有了 那么关于其他颜色的这个普通牌 那么我们在下一期的视频里面 继续来给大家介绍 今天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